这个塑料人可不是一般的塑料 只要跟他对视三秒 就会被同化 这天男孩刚下班 就被塑料人盯上 等他从地铁口出来 就看见诡异的一幕 一个男人竟跟塑料人吵架 更诡异的是 塑料人动起脑袋 男人以为眼瘸了 可下一秒 塑料人转动180度看向了他 男人愣了两秒后 迅速跑回家 上网一查 塑料人竟然知识存在的 上面写着一定要点赞关注 发送狗头保护 不然就会变成塑料人 上过小学的男人 显然不相信科学 可第二天他打开仓库 就被诡异的模型吓了一跳 妈妈咪呀 这个模型昨天明明搬过了 怎么还会在这里 这回班也不敢上了 就在回家的路上 还在想着那可怕的一幕 这是他膀胱一扫 妈呀 诡异的塑料人竟然站起身 迅速向他靠近 男人撩起膀子就跑 很快躲进了隧道 正当他觉得安全时 塑料人却以肇事的步伐 对男人穷追不舍 经过三天后 男人无路可跑 再转头一看 塑料人就在身边 他动作诡异 死死地盯着男人 男人吓得尿不湿都湿了 下一秒 倒地的塑料人上下分离 男人见状赶紧逃跑 让人想不到的是 塑料人邪魅一笑 接着男人全身僵硬 他低头一看 双手已经变异 很快他也变成塑料人 那么一直跟塑料人 在一起的西装男 为什么不发生变异呢 女人受到诅咒 就发现小腿变成了木棍 更诡异的是 解开衣服扣子 心肝脾胃肾 都立架出走了 女孩害怕坏了 一米五一米六地走着 这是一个好心的大姐上前 想要帮忙 却被眼前的一幕吓懵了 听导演说 点赞加关注 评论区狗头保护 就能化解诅咒 可没过多久 女孩幸运的右腿 也变成了纯铁的木头棍子 很快整个下半身都成了木头 女孩艰难的迈着肇事的步伐 可是短细的双腿 还是撑不住几十斤的上半身 最后体力不支 一阵天旋地转 变成一把三手心的新椅子 转眼过了三年 直到一位大哥发现了它 看椅子还挺新的 就准备带回家养老 可走着走着 女孩重新变回了女孩 抛弃了跟随她一生的衣服 跑进了角落里 重新变成了椅子 等没人了 她才悄悄溜出来 幸运的是 她被一个帅哥发现 拿回家做了凳子 等男人上班 她就变了回来 帮男人浇花做家务 从此两人过上了幸福生活 坐飞机不能出声 不然就会被怪兽抓走 老白偏不信 下一秒就去了西北 只剩下一只拖鞋 一旁年纪轻轻的大爷 吓得赶紧放下薯片 原来这是一架无声飞机 为了保证乘客的安全 必须全天 把你的嘴巴闭上 中年大爷想跟小姐姐搭讪 马上被空姐阻止 大爷吓得气也不敢喘 空姐提示 赶紧点赞加关注 分享给好友 而叫美女的美女 再赶紧视频 下一秒 手机被扔进纯金的夜壶 直接打包带走 就连哭闹的大人物 在空姐的提醒下 也要保持静音状态 鸡上五万人 瞬间哑雀无声 老白却觉得是糊弄小孩的 结果成了怪兽的开胃菜 空哥再次提醒保持安静 可以也被带走 妈妈咪呀 就连内部人员也不行 帅哥伸出一百年没洗的脚 还故意放出香港的味道 一旁的小姐姐被呛得堵住口鼻 美女看得差点呕了出来 结果帅哥也被怪兽抓走 飞机以为跟怪兽是亲戚 不听主人的劝告 下一秒 就剩下一地鸡毛 还连累了男人 一旁大妈吓得 赶紧点亮了小红心 那么你知道一共带走几个人吗 为什么空姐一直说个不停 却不被带走 难道怪兽是他养的 泳池钻出个满嘴尖牙的水怪 男人感觉到不对 结果转头一看什么也没有 男人没多想 躺在白龙马上晒月亮 就在这时 一个蓝色巨大身影 从水里闪过 赶紧点赞关注 发送狗头保护 男人顿时麻了爪 可查看周围并没有发现 于是继续晒月亮 此时水里的怪物 以每秒200马的速度 把男人顶翻了下去 一米的水深差点把它淹死 受到惊吓的男人 迅速爬上马背 可是四处并没有异常 梦圈的男人有点懵 他叫醒女友 并说水里有怪物 可女友说他脑子汽水了 无论怎么解释 女友都不相信 还戴上了坏雕的耳机 听起了嗨曲 就在这时 水里的怪物再次发动攻击 男人直接掉进了水里 在喝了100斤水后 怪物悄咪咪的来到他身后 结果一回头 怪物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下一秒 男人就被怪物拽了下去 他拼命呼救 可女友根本听不见 无奈男人使出吃菠菜的力气 好容易转出水面 爬上了白龙马 就当以为安全的时候 而水里的怪物慢慢地靠近他 哭吱一下就把男人抓进水里 巨大的声响 引起了女人的注意 可看到泳池里几身个遮羞布 他邪魅一笑 那位男友在跟他开玩笑 又没心没肺地晒起了太阳 画面一转 原来水里的怪物竟然是美人鱼 那么刚才的男人去哪里了呢 一个人在家 千万不要随便开门 男人透过猫眼 看见奇怪的一幕 他好奇地又看了看 还是一个男人背对着他 他不仅打开门查看 可诡异的是 走廊里空无一人 男人不难反地看去 还是一毛一样的画面 蒙圈的小伙有点蒙 怎么事 里面的男人在蒙访他的动作 他觉得有点意思 跳起了小天鹅 猫眼里的男人跳得一下不差 可突然一片漆黑 再次亮灯 男人傻了眼 猫眼里的人不见了 接着陷入一片黑暗 下一秒 又恢复电力 可他觉得后背发麻 转身一看 前面多个 跟他一模一样的男人 还在模仿他的动作 男人表面淡定 心里却慌了一批 他看向房门 偷偷地握紧把手 想把他拽下来 可下一秒 男人静止 灯光不停地闪烁 诡异的是 这次魔方社 竟然能控制他的动作 男人像着了魔一样 不说控制的 按照手势的变化 一点点向前靠近 给你一个亿 你敢坐这样的沙发吗 直接女人的头部 慢慢地迅速被沙发吞噬 接着是整个身体 其实美女只有18岁 只是昨天花了9块9的巨款 租下一层楼的大别墅 接着怪事连连 刚粉刷的抢面 又瞬间变脏 刚把破旧的杂物 扔进垃圾堆 可转身回来 又完好无损地在原处 女孩便收了又扔 垃圾扔了一大堆 这才意识到房子有问题 再照镜子 发现自己老了十几岁 女孩慌了 找到房东退房 可房东一脸淡定 拿出放大镜 给她看合同条款 有了新租户才能退租 无奈的她找到牙医看证明 说房子里甲醛超标 损害自己的皮肤 牙医却劝她去承正容 再等她照镜子 又老了几十岁 牙齿都嫌弃地离家出走 她害怕坏了 赶紧找到房东 男人已经见怪不怪 反正房子是退不了了 女人气疯了 把汽油撒满房子 正准备点火时 突然上不来气 瘫倒在地 还好房东及时赶到 从女人的嘴里 掏出二十多米长的雷死垫 这才有了呼吸 到了第二天 她发现胳膊不对劲 只轻轻一拉 皮肤竟然掉了 更可怕的是 自己的血管变成了毛线 她终于决定 把房子转租出去 很快一堆男女 看上了房子 就在准备签字时 女孩突然反悔 大发脾气 赶走了租客 如果可以 她想成为被诅咒的最后一人 女孩太伟大了 最后认定沙发吞噬她的身体 我会想成为了